在中国五千年来 这个社会能够长治久安靠什么 就靠孝道跟思道 中国人把思道看得很重 老师的身份地位跟父母完全一样 父母过世 儿女受伤三年 谨笑报复蒙恩了 老师死了之后 学生对老师心伤三年 就是没有效福 差别就在自己 除这个之外没有差别 念老师的恩了 父母老师在世的时候 你看中国这个称呼上 你就知道了 中国人有名有字 名是父母起的 你们有陈年的时候 大家陈一名 陈年之后不能陈明了 中国古代 男子二十岁成年 女子十六岁成年 陈年就戴帽子了 行惯礼 表示你是大人 不再是小孩了 从行惯礼那天开始 人不再叫你名了 惯礼的时候 送你一个字 这个字是谁送的呢 大概是你的兄弟 朋友们 贫辈 送你这个字 以后称名了 只有你父母 你的祖父母 你的宝宝叔叔 家庭通通称字 对你表示尊重 你将来在朝廷做官 皇上称你字 不称你名 对你尊重 你称名只有父母 另外还有个人 一生称你名 老师 老师跟父母一样 不称你字 称你名 所以出家人 有名有字 在你受戒的时候 你有字号 那谁一生 称你名呢 你的提督寺 称你名 还有个人 是传法的老师 佛法里面称和尚 和尚是清教师 你的法是他传给你的 他一生 神称你的名 从这个地方 你就晓得 人生 两个恩德最大的 父母跟老师 终身不忘 常常常想念 父母老师 你就不会有邪念 心有邪思 你马上想起来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老师 邪思邪念都没有 他怎么会做坏事呢 哪有这个道理 圣人教会 对一个人的影响 多大了 老师对学生的爱护 跟父母没念 有时候胜过父母 所以 不孝父母 大家知道 这是大逆不倒 不敬老师 跟不孝父母的罪 是同等的 这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今天的老师 是释迦牟尼佛 是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在哪里呢 就在这一部经上 这一部经我们要不好好的学 就是不孝老师 这一本经里面的教训 我们不能落实在生活上 我们怎么能对得起 释迦牟尼佛 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就对不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希望我们到极乐世界 那是非常好的修学环境 在法界虚空界里头 找不到第二个地方 能跟他相比 能到那个地方修学 没有一个不称佛的 保证你成就 如果我们还留念留道 错了 父母没有修福 不知道佛法的殊胜 对我们的期望 都是世界 明文的一样 我们学佛之后 父母也明白了 他看到了 太明白了 我们在佛法上成就 他们得到利益了 应于所谓的 一子臣服九祖生天 你往上面去 九世的祖先 祖生天 笑感天地 我们要报父母的恩 真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真报恩 佛法上不能成就 拿什么报恩 谢谢大家